我們首先要溫馨提示一下 今集有大量大量的粗口 保險線 如果你聽到出口是打爛症、勁鑾、嘔吐、敏感、打癡、痕、痕 不能聽的 那你就不要聽了 你很久了 真是千奇 回頭試案 這條是保險線 你好久了 拜拜 大家好 歡迎收聽做什麼 WhatsApp Channel 這應該是我們第二次開啟 剛才有朋友說了做什麼 是做什麼的 是什麼 我們記得要背那個台詞 記得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的IG 你背就行了 哈哈 很賤 可以留言給我們 有空就會看 我們會看的 inbox也會看的 好像有人問我們做什麼 現在幾時會更新 暗地時間 很飄發 哦 那就是了 殺你一個措手不及 你願意聽就行了 是 但我發現多了有些人說 由第一集開始聽到99 我突然發現了你們的報告 我現在告訴我 有些人找到 原來做了這樣的事情 還說什麼 我快要聽完你們的傳課 很緊張 這麼快聽完 由第一集開始 我突然覺得好像以我第一名 一部劇 哎呀 糟糕了 我現在已經將第十集 你只有二十集嗎 是啊 其實很高 前面的感覺 前面有八九幾集 麻煩聽一下低修水的 例如在地獄二間 新年那些 牛 那些過了牛年 現在是龍年 過了旗 那些 是第一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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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我們有一集是說 夏天的人穿什麼 是穿瑜伽褲的 最近很多人討論 但其實我們幾年前已經討論這件事 很久的 瑜伽褲 對 近五年了 五六年都有 但最近YouTube很多人說 又說回 你喜歡穿不穿 不過我如果看到 在家裡穿得好樣子 所以我都會笑 你 你喜歡穿得好嗎 都是差不多 我看到瑜伽褲 今集說什麼 今集我只說髒話 吵你你說髒話 說髒話 其實不是說髒話 不是只是髒話 是一個文化的節目 探討這個髒話的文化 突然間 好像很正當 好像很學術 很正當 一向都很正當 叔妹姐有沒有探討這個髒話的文化 你探討 大家一起今天來探討這個髒話的文化 我想沒有人不說髒話 在座各位 這麼多位 三個人而已 在座這麼多位 有人是不說的 真的 我覺得現在少了 你生活圈子多了 我覺得社會 現在社會上 接受髒話的人多了 不是 你接受跟你說是兩件事 你可以接受其他人說 不過你自己不說而已 我覺得現在的人 以前小時候 我覺得是少些這種 會覺得 如果你是說髒話 身分 或者是你人的收養 是很差的 但現在不是 現在可能是有很多 有收 不是 可能有很多學識 不是一個很低劣的文化 低俗的文化 這是一個廣東話的文化之一 沒有高低之分 以前會覺得 好像不可以說髒話 即是你說街市路才說髒話 類似這樣 小時候會覺得 父母就說 不會說髒話 你是斯文人 以前的年代 是的 我記得以前看 你是沒有讀書 才會說髒話 那又不關讀書 不關事 我覺得現在不會說這些 即是不會敢分 以前看黑白語場片 語場片 是有的 人們不說髒話 在影片裏特地 因為它代表 很紳士 即是分別 會有錢人就不說 即是會這樣 即是會這樣 現在當然 我說很多人說 但不是說 你真的看到 看電視都會有人 無緣無故說一句 電視劇那些 我覺得生活上的人 會多說了 看你是什麼圈子 即是可能有些人 都是很乾淨 如果你是做一個老師 我覺得老師都會說 但我意思是 你平時日常生活 你可能跟朋友說起 你才會說 但並不是 你平時日常生活 但可能有些工 地盤路也會說 每天都會說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只是分別在 現在 我長大了現在的 我覺得 是分別在於 大家知道什麼時候可以說 應該可以說 什麼時候就不要說 有些人是雜以為上 也不是說你 有些人可能說了 有些人完全不說 他根本沒有這個 都是的 但他不會抗拒別人說 有他就說 不錯 他剛才是說 粗口打爛陣 那個是誰 傅榮媽媽 好像說會打爛陣 我聽到他這句話 我會打爛陣 究竟你說了什麼 等等 我們簡單說 你自己本人會不會說粗口 或是什麼時候會說粗口 不是 因為討論說這些話 就會說 你們有沒有說 會不會覺得自己說得厲害 其實我不是很說粗口 但我有時會說 但我說出來可能不太適合粗口 所以我覺得我不適合說粗口 很不順口 其實他本人是不太適合 其實他本人是不太適合 但他不會抗拒 其他人是跟他說的 你幾少會說 我都不介意別人說粗口 可以嗎 略勝 略勝 我覺得如果這樣太烈 這個要其他人說 自己說 我會 我沒有 是釀熱 釀熱請發表 某一次我們有一個 我們這個節目有一個 年紀大一點的 聽眾 聽眾是收聽的 他說 牛的粗口真是粗粗聲 記不記得 好像是 很厲害 是一個自己認識的 大陸好一點 他一邊彈講 昨天上一邊聽我們的Podcast 什麼東西啊 是啊 我已經想說粗口 是一個長輩級 你已經演過他了 是啊 你不要管 他不是我們的年齡層 是長輩一點 是拿一個小本子寫的名字給我 他應該是我們父母級的 六十多歲 你暴露人 你什麼時候 即是六十歲 你繼續說 然後我突然覺得 好像我們都真的 有時候是 會 我們沒有理過 但其實我覺得不要緊 這就是我們本身那個 其實我有點尷尬 因為他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聽 他有時候說他聽過 但我不是很想他聽 因為他長輩一點 我怕他覺得我們說的話很 浪費 即是沒有內容 究竟什麼是浪費 你解釋一下 有人問 又解? 加幾次才聽 我的意思是 我怕他會覺得 嘩你們這麼 你先去結案 他意思是他給你的粗口 對 那我就突然說 對呀 我們平時的內容 有的 是有的 很辣嗎 不是 原來對某些人來說 這個已經很辣辣的聲音 我的意思是 我懷疑 我有聽過評語 不是用辣辣的聲音 是說 你運用得很好 噢 其實粗口就是要適合用 在一個地方才覺得好 對 即要找到位置用得好 有時候 怎樣說呢 小時候可能覺得 粗口 如果說出來 會令到對方好像在罵人 對 小時候是 或者什麼 但是 現在不是 但是大一點的發現 其實不是 不是的 我用一個形容詞來說 幫你吃到一件東西 很好吃 那你就說 嘩真的很好吃 你都不夠來形容這件東西 你會覺得 嘩真的很好吃 對嗎 你可以說的 現在一個字可以說的 沒錯 一陣子很斯文 很容易說 平時那些就是這樣說 對 我覺得是在語詞 就變成一個動詞 令到那件事更加你會貼合 剛才他這樣說 很好吃 就很好吃 但有時候你會覺得 嘩真的很好吃 不是 那就是 因為普通人 不說這個真的很好吃 很好吃 很好吃 但是有些人會說 嘩真的很好吃 你就知道 但是如果我 嘩真的很好吃 不就是 然後我就覺得 你會說這句 嘩我都想吃 我想看看 因為你這樣說 你剛才這樣說 那個人說 嗯很好吃 你沒什麼 你覺得很假 我們有一個朋友很喜歡 嘩 不行 真的很好吃 是啊 這樣 然後你就說 是我想吃 有多好吃 是不是 然後他就說 嘩你不好吃 嘩你不好吃 你不要搞 你那個字架 你就會覺得 相比起來 你會說 很好吃 很好吃 我只要在 補充別人的語氣 用的時候 我就覺得沒有尷尬 只是你轉述而已 只是自己不會這樣說 我自己說出來 都不像我 那你覺得什麼時候會說粗口 除了補充別人 是他生氣 就是罵我妹妹 都是 或者一些情緒的時候 其實我第一 你工作會不會 工作不會 不會 即是很生氣也不會工作 不會的 我們不要問他本人 你看他下去 平時他 平時他什麼時候 他這樣 就會說 好處 我其實第一次接觸粗口 話說我中學的時候 有一個女同學 說粗口很流利 即是他可以在二十個字裡面 二十個字裡面 二十個字裡面 十五個字都是粗口的 但他不會難聽 即是不會做咖啡 不會做咖啡 他說得很好聽 OK 然後呢 我跟他就熟熟的 但當時小時候 是喜歡玩一些check room 可能有些人很賤格 他就在那個check room 他是管理員 就可以罵人 他就用粗口來罵人 打出來 對 打出來 那我就覺得 哇這個人這麼厲害 這樣都可以打出來 那我就第一次覺得 原來粗口也是 要運用的 我當時很流行的士多啤梨蘋果橙 那一期 他就把所有東西變成粗口 其實本身都很粗口音 士多啤梨蘋果橙 好像都是下音 對 他原以首歌 意思是 女生或戀愛 減肥又吃水果 很正向 對 很正向 很健康 對 因為我當時第一次 原來粗口是這樣的 反而就是這樣 你什麼時候說粗口 我覺得是中學 真的會說 因為他講開一個同學 我發現 當時我有一個 比較朋友的同學 其實就是一起玩 他很粗口 而到知道原來 我真的覺得 你跟什麼人 是會的 因為你為了 他 因為跟你很熟 我不知道你以前小時候 是不是 跟親那些人玩 其實你好像有少少 為了跟他們 變成一群組 人 你會跟他們做一些 其實你自己一個 其實你可能未必真的會做 自己一個 但因為你跟他們要朋友 或者跟他們合起來 你會跟他們一起做 我個人認為是其他人去迎合 而你去迎合其他人 所以我在想 我好像沒有什麼 我是那種 我覺得是這樣 我就發現 即使你平時一個人 是覺得你不會做 但因為你跟他們玩的時候 你就會做 就好像說粗口 他講得很多 你聽到就覺得很粗口 什麼差都加粗口 然後我慢慢地 我發現有一段時間 跟得他多 真的很喜歡說 跳忍到你了 跳忍到你了 首先你跟他的交流 一定有說 首先那個不是我 對 是同學 阿牛和YY不是同學 對 他大一點 他老的 然後我試過跟他一段 有些人真的很粗口 我其實覺得 因為我自己回到家 可能說 很狠呀我想說 跟其他人 除了他之外的人 我也有這樣做 我就覺得 人家就會 因為我跟他才會說粗口 你媽媽會阻止 或者家人 好像有試過 嘩 為什麼要說粗口 因為小時候 你會被大人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說話 你小時候會這樣說話 然後我發現 好像不太好 不小心 可能跟一些 例如老師 你在公開的場合都說 因為你平時 以前小時候 可能你私底下跟朋友說 但你不會向著一些公開場合 例如不認識的人 或者老師說 但我感覺到 那時候有一段時間 你可能跟其他不熟悉的人 或者公開的人 公開場合都不小心說了 我就覺得 我有一點點 我記得 原來跟他一起玩 跟他玩的時候 我發現不太好 但是跟了他很爛口 我覺得是這樣 就開始了 但我記得我後期 我跟他疏遠了 我沒什麼 其實你這個情形跟他有一點相似 我不是說那個同學很聰明 但我發現一天 為什麼我什麼都會說髒口 就是跟了他 因為你聽到他 當他這樣形容一些事 你又會跟他這樣 就會耳元目見 你會說 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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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做什麼噢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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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真的會讀書 你不讀書就是一堆人是不讀書的 但讀不讀書就自己 不要跟人測試 我覺得說粗口不代表一切 但我意思是在成長中的小孩來說 我覺得你在成長中 是需要讓他知道這件事好不好 你可以選擇說不說 但你要知道為什麼不說 那阿牛呢 從電視學回來的 不在電視哪有粗口 沒有粗口 看電視 其實我小時候聽到最多人說粗口 是我媽媽 即是家裏有人說 是我媽媽 我媽媽是古老的廣州人 廣州喉音 廣州的最多名字就是 低俗喜劇那些 他沒有去避忌 他有去照顧我的媽媽 聽到她說 今天很漂亮 死人看街市樓 他自己形容街市的人騙情 即是說別人的事 即是說那些事件 即是說那些事件 即是叫我阿爺 其實你沒有學習他 但沒有的 廣州派別真的會說個粗口 因為我發現兩個朋友 廣州人也是說個粗口 即是低俗喜劇那樣 大家可以想想 但沒有學不學他 沒有特別 但當然也是 其實他每天都是這樣說的 平日每天都是這樣說 那些事件 但沒有令人影響到 但我發現現在大了想 其實一個小孩 如果他一直聽這些 但他們根本就沒有跟他說 這些不要說 是初期的 他不會想那些是否粗口 沒有的 平日說話這樣 他只是說阿媽說話就是這樣 但我說的時候 不是人家學她說話 也不會說話 沒有這些 有些東西的 是大一點 我想去到五六年級那些 初那些 即開始發育 青少年期的時候 我家裡有一個成員 他就經常突然說英文的粗口 是 oh shit fuck you fuck 即是西方派 這兩個字而已 西方流派 我就跟他說了 我就跟他說了 說了一會兒是說個單字 就是oh shit 這樣 然後當時有一個 那個長輩 他不是那些姨媽姑爹的親戚 他算是看著我大的一個姐姐 即是大一點 他就說 你不要說這個單字 你不要這樣說 你要突然之間說這些單字 為什麼這樣 英文他在說 我真的只是說一個單字 shit 不是現在那些 好啦好吃 不是這些 我真的會說shit 好像you 對於我們來說是很溫和的 他有一次問 為什麼你現在經常說這些單字 你在哪裏學 你為什麼會這樣 突然之間 即是他有點質疑 為什麼你變成這樣 你這陣子會有什麼事 我家裡都說 我就這樣回答他 他說這個字 不能這樣用 她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女人是不可以這樣說的 那你之後怎樣 我當時就覺得 對不起 好像不太好 好像不太好 當時很小 就是你很小 就這樣 我都會想 好像也不太好 好像也不太好 還有當時還有一個 關於粗口的事情 我們有一人想起 這個很清楚 是六年級 六年級去旅行 有同學拿了相機去 去那些昂糕街公園 不可以燒東西吃 就是野餐的 那些廢的 於是當時我和我另一個 同學女同學 兩女同學 我們兩條女 就說拍些相片 我們兩個就雙手給了中指 即是四個中指 但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當時 玩啊 就像現在給了心心 真的 但是給了中指 於是同學就拍了一張照 那張照片還在 就是我們兩條女 在一個郊野草 向著鏡頭 一人舉了四個中指 但不知道是當時會這樣 因為當時是一個手勢 即是V人 對 不知道那個手勢是什麼 沒有的 真的不知道 只是覺得大人 粗手勢 但是什麼粗手勢呢 不知道 沒有研究過 你不想知道那個是什麼 現在流行 就是 就是 又覺得六年級 很大 是不是很大 是不是很大 好像做成縣 那條片也很好笑 然後那些水水 因為那個同學 當時很少人有相機 拿回來了 即是他同一時間幫其他人 都拍了相片 大合照 於是他呢 曬了相片出來 傻間間 他先曬了一套 傻間間 他先曬了一套相片 因為老師也有一起拍的 班主也有一起拍的 給班主看 然後問班主 是否應該給同學看一次 想要哪些我才再曬 班主就看到我們這張四個宗旨的照片 那些是Walk and Roll 那張照片 那張照片 但不是這個手勢 對 搞錯 那些手勢不是這樣的 對 然後班主就下一條 看到你們這張照片 對 他就這樣 沒有的 他抓了我們兩個女孩 因為我們兩個好朋友 抓了我們兩個 然後聊天 那張照片 就直接說 你們那一個來 走開一邊 就說 你們這個照片 你們知不知道這個手勢是為什麼 對 想告訴你 對 我們當時 你們怎樣 我們知道是出口手勢來的 就是知道是糟糕了 然後老師說 不是 你知不知道這個 是出口手勢 但是是做什麼 為什麼這樣 我就說 當然不知道 對 我想說他認真地解釋 對 我想聽啊 你說一下 他很斯文 我想知道他怎樣解釋 他就說這個 女孩子做的 其實是很傻 是不應該做的 因為這個是一個強姦 好像強姦的手勢 他說這個其實這樣 是男性的生殖器官 他講解得好 對 他解釋給你聽 他說這個這樣 這個代表這樣 男生生會這樣 他說你們這樣做出來 其實是不應該的 女孩子是不應該做的 因為女孩子 正常來說不會有這個 對 而且這個意思是 人家要強姦你 就是一個很容易被人解釋的意思 他用這個 這樣的說法 對 其實女孩子更加不應該做 男孩子做也算了 女孩子更加不應該做 也不應該兩個女孩子一起做 然後還要拍照 哈哈哈哈哈哈 你真的想要很紀念價值 哈哈哈哈 我也覺得 哈哈哈哈 其實呢 我想說當時 他不是罵我 他說的時候 他覺得我們六年級 他覺得你們大了 可以這樣告訴你 因為他怕你們別處出醜 他怕你們別處出醜 他當時說的時候 我心想 我們還要了四個 哈哈哈哈 哈哈 你當時聽到怎樣 然後我就說 我知道了 我真的不知道 我不是為了挑釁 但我很明白牛這個心情 因為在我三、四歲的時候 我就用這個手勢問我媽媽 這個為什麼 我知道是你打的 媽媽這個是什麼 對呀打我 我在買一集說過 就是那次嗎 由六樓打到一樓 對就是這個 可以聽回打還打 不要還手 我覺得打 都好像這樣 我覺得你至少說 其實我也做過這個手勢 我現在想起你這樣說 我為什麼會做這個手勢 第一件事跟你一樣 不知道是為什麼 就是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 我完全不知道是粗口 我知道是粗口 我是看戲學的 我問我看哪個戲 我看完一套戲 現在我忘記叫什麼 是電影教會輕少年 不是 真的 我說真的 這套戲是梅艷芳 賭錢 賭霸 可能是 Dudu姐 她兩個運工 哈哈哈哈 我希望大家如果有看過 你告訴我 首先這套戲是很雞的 很爛片 說真的 我沒有看過 但好笑 打開看 你還記得她運工 第二功能 她兩個坐著 運氣 因為 要解釋一下 她當時的賭拼 已經是第二功能 第五人混得最厲害的是 周星馳 即是左仲星 但她運工 她是大軍 大軍 即是雙手合十 即是雙手合十 她是她姐姐 即是劇情 因為劇情 都是劉振偉的 她是她姐姐 所以她都懂得第二功能 但她發工的手勢 跟她一樣 就拿到房間的手勢 哈哈哈哈 你問我 我看完這套戲 即是我爸爸帶我去看 你看完就很喜歡 其實小時候 她說 她發工的時候 要這樣坐著 然後就這樣 兩隻手指 這樣舉起 然後就有功力了 然後我走到出去看完 就這樣用 然後我爸爸就罵我 不要用這個手勢 不行的 她很少罵你 她就說 你不要舉這個手勢 我那時候 我經常不知道 是初學 我說 運工 剛才她也是這樣 然後她就說 她又不懂得做 她又不懂得解釋 你媽媽又是馬上打你 對嗎 鬥巴打你 她就告訴我 為什麼 我就知道 但她就說 你不要舉 總之不要舉 你為什麼要解釋 我媽媽當時也是24、5歲 就原諒她 她怎麼會解釋 她兩個比較老 但她不讓我做 不善辭令 即是她總之要阻止你 她不知道怎麼說 她不懂得解釋 因為解釋了 你越解越難 越說越多 你沒理由說髒話 我是男人跟女人說 這個人是怎樣的 對 你沒理由這樣說 因為她也不知道怎麼 不用髒話帶解釋給你 你的老師就厲害 她不用髒話帶解釋給你 她很認真 加上她是女性 她說 可能男性 阿sir也是不要說 很尷尬 叫她不要做就算 當時我就覺得 原來是這樣 好了我不做 你不要舉 這個不對 但我當時心裡想 我不做 自己做就行 反而我後來就會覺得 她叫我不要舉 但我很想欲欲賞事 她說不要向別人 當然後來大一點 你就知道原來這個宗旨是一個錯誤 好像發呦 但你當時 誰知道那部電影這樣玩人 我想說你演戲的話 有時候我小時候不明白 我大了才明白 是嗎 就是她沒有真的舉一個宗旨 她把手指公放在這個位置 嘩 這個也是不同的 好像有很多解釋 對 我不知道詳細解釋 大了才知道 其實她這個也是一個宗旨 不過她懶得真的舉一個宗旨 她會進化變化一些東西 對 她在拳頭上 手指公 我都看過 很多 因為她沒有明確 她類似玩 就是嘩 這樣 我又不明白 覺得我小時候不知道 又跟著她做 是不是想 肉肉想試 而且有些人看 缺戰紫禁之癲 然後張家輝說 靈犀一指 她說這個靈犀一指 嘩 我又是這個 但當時你已經知道了 知道了 但她好像要玩東西 又要說是這個 笑片 真的會拿一些不聞的東西來 玩一下 但是 其實我都看了不要緊 最重要是有人告訴你 這個就是為什麼 家長指引 對 這個就是家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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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這個前提是 你的家長要懂得去指引 所以很多家長就被圖被指引 就是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不要打我 麻煩你不要打我 麻煩你收起來 你打我吧 這樣吧 我現在回想 粗口就是中學的 我現在回想 但我大部份都是中學開始的 但中學開始會說 是因為 我怎麼 我都想不回 如果你們是同學影響 可能是我影響我的同學 我也覺得可能是 太太潮流 因為剛才說起 就是小小 通常那班人 你為了一樣 就跟他們一起做的事情 會的 他們做我們做 其實我是沒有的 沒有的 我沒有什麼的 你純粹自己想說 純粹就說 對 但是當時後來 小時候家裡都不說 父母不會說 對 我何時有一刻發現 我媽媽突然說 是嗎 跟著你 他跟著你 但其實當時已經很大了 我已經中學 很大 未成年 有青少年 有一次我媽媽回家 買了東西回家 我記得當時我父母說 他買東西回家 就說 哎呀你露尾 忘記買什麼 就是這樣 其實他以前也不會說 因為小朋友 就不會來露尾 哎呀你露尾 這個是舊式的 其實他對他 可能是 哎呀你露尾 忘記買 他的意見 哎呀你露尾 忘記買什麼 然後我就說 你快去買吧 然後他就說 停一次下 不想下 要再走 這個時候 來一個家人 就說 哎呀你快去買吧 等一下又不記得了 到尾 就叫我去買 這個時候我爸爸出聲 為什麼你們三個 為什麼你們三個 突然間 這麼多粗口 為什麼你們三個 他有一個 正式的詞 就是 哇你們三個 突然間一齊 都爛了口 為什麼 中了病毒 對 然後我就說 哎呀以前是沒有什麼 突然間 很多人大大 我媽媽也覺得 不要緊 她也知道 不用怎樣特別說 我媽媽不是經常說 但她這種發洽氣 就是 你老美 反而你讓我覺得 我家人 其實真的很少說 連我爸爸 都在家裡不說髒話 我爸爸也不說 沒有的 很少 很少聽到 我跟過他上班 很偶爾聽過 我爸爸對著我們 從來都沒有說過 其實 但我看過他做事的時候 做事就會 我就看見他另一面 是狂說的 因為做事 可能有人真的發誓 加上他做過 就是他有飲食業 他更加就 飲食業會不會說 是的 我看到他 但當時我知道 那隻粗口 其實他會說 剛才你說飲食業 我也想同意 因為做 飲食業的時候 我也是說得很多 留意我們三個人都做過飲食業 可以聽回飲食業那集 是 可以發誓 是庇註 我發現做飲食的時候 是粗口很多 可能飲食業很醜 就是高壓的工作 對 真的很醜 有些西客 可能又很急 因為有時候有些時間 塌蕩 塌蕩的時候 其實不一定說人 可能是那個時刻 你要發洩過情緒 對 即是很磨 那時候午餐時間 你就很高 不停要不停出餐 又有很多西客 我發現那個時期 都是很多 但楊二是不同意的 因為他沒有 不是我很少說 我的情緒都很爆炸 因為我們做的那間餐廳 有一個人經常都爆炸 那個人爆炸就影響我們其他人的情緒 他都會突然間 在那個時刻 他平時是一隻羊 但他突然那個時刻變得濃 他一會跳 一會跳 一會跳 他還要是任何人都噴 你平時跟他說 你怎樣 他對你是沒事的 那天他在眼裡 完全沒有了 死 他所有東西都噴火 打橫掃 然後我都變了灰 即是他會突然那一刻 說一些很難聽的粗口 有時候大家聽粗口會覺得沒事的 因為他只是一個發洩 他罵他自己 但有時有一次 我不知道你有否遇過 是他說了一些粗口 其實可能未必直接罵你 罵事情而已 但你會覺得很難受 我試過都是這樣的 很難受 你會覺得很生氣 為什麼你要這樣 其實我不是直接說你的 其實只要不是說我 你沒事的 我就沒事的 但我不知道為什麼會有時候 那個人說了一句粗口 但我就會覺得 你為什麼要這樣 我不同意那個人的情緒 沒有牽涉我們 因為他當時不理會是誰都噴 他噴光了 他噴光了 應該死吧 他噴光了所有人 他不是理性 他就是發出來 但他也是在指責我們 我認識他 但他不是刻意想指責我們 但他的情緒需要輸蝕 所以就指責我們 對 對 所以令到他就很想 射回 對 但如果我射回他 我覺得其實他 後來我知道他是這樣 你不是很不理性 如果你跟他在那個場地 如果你也是很不理智 像他那樣 其他人都想射回你 但我射回你 你是不健康 沒有用的 你整個場地都射回你 你無緣無故跟他一起射回 如果你知道他這個性格 你就知道其實你跟他射回 沒有 就由他射回 你可以射回你 沒有了 那就算了 你沒有他出嚇彈 對 你怎麼跟他射回 只會更壞 總之我就是 只要那個人說的髒話 並不是說我 不是針對你 不是說罵我 我不會理會他的 其實 有他說 他生氣 有些人說髒話 不是說你 但那種感覺是怎樣說 譬如你做了一件事 其實你是蠢了 然後他就說 為何你這麼蠢 但你不會生氣 他會生氣 就是會這樣 看看是甚麼 你拆了 對 只要是太勇 想看那個人的關係 原來他跟我不對 他突然都是笑咬 說我這麼蠢 因為你冷靜嗎 我便會反了 對嗎 然後他就想說 為何會這麼冷靜 但你同不同意 譬如 可能是一些類似 已經口角的吵架 如果那個人 突然加了一句話 是有粗口 會令你的火更加飆 會 但當這樣吵架 我一顆粗口也沒有 但那個人說粗口 會不會令你的火 我更加不說 但我會用其他東西 來供回去 我覺得 如果你跟一個人 例如你跟一些人吵架 突然間那個人 吵吵吵 加了一些粗口 只是很嚴重的 例如問候 我覺得問候 我有試過被問候 對 被問候的時候 是牽涉我 辣著了那句 可能是問候你全家 我便會受不了 或者那句 請你好好放下 哈哈 音彈明白嗎 不知道 請你好好放下 我看黃子華 不知道 可不可以說的 可不可以說我不知道 是甚麼 我簡直不知道你說甚麼 我自己說一次 我自己說一次 自己看著 請你好好放下 這個也是 對 音彈請你好好放下 這句話 我和我妹妹吵架的時候 曾經出過 哈哈 那麼強的 然後我就說 那你去找媽媽 我去接她說 有的 對 以前 學你所說的 聽到那四個字 你會更加 不用去到後的兩個字 不用去照顧 那四個字 通常那些男人 都會叫救 她的叔叔叫她 對 你問我媽媽 你去去去就不停 四個字 怎麼吵我 我何時被你吵我 你還要我 永遠都不如其他人搶我位坐 你不說個位 就是這樣說 對 吵你媽媽 和吵你媽媽 和吵你媽媽 對 你怎麼吵你 但這句話 男人很致命 對 他好像很著火 每天沒有東西都會突然爆 但我以前覺得很厲害 你為什麼要吵我媽媽 就是這樣 不停說 但我發現現在我長大了 如果我 最近年都沒有試過 就是她說了 後來 是不是要吵她 快點去她家 就是那些 來制止她 就是不用跟她 再執著那四個字 先拿回事情 先把她 不過我覺得男人 很喜歡用這個做終極 但男人一說聲 就像虐人 甚至會因為這四個字 她們真的有這個行動 可以嗎 因為我們女人沒有 可能女人 沒有男人 都不敢留言 我覺得好像你那個老師這樣說 因為這個行為 應該是女生做不到的 女生是被做的 對 你不會女生做回這件事 男人就覺得很嚴重 他就覺得 他很嚇著 我真的見過很多 而且我經常不明白 為何會罵女人 為何不罵男人 為何不罵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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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插她的菊花 也不罵 因為男人對於菊花 你很避忌 即是說什麼 他們是不行的 不要撿回家 他們是不行的 他們是很禁忌的 原來不要弄她 你感覺不到她 對 立即沒有帶她 對 你怎麼想 不停這樣 有些人 就把這一個 變成每一句都有 我就覺得很難聽 我有試過做事 有些男人 做的行業 都不是很辦公室 不是很斯文 很多人都會說 我有個大年紀的前輩 現在都沒有做 阿叔 阿叔 他真的全部都說這四個字 但他不是真的做 他不是罵你 他不是剛才那種 他真的會說 你為什麼要喝這湯 他就是這樣 他就是這樣 是習慣 對 今天不用上班嗎 對 他不是罵你 也不是生氣 但他這句 我覺得很長 搞到句子 你可能會說 你為什麼要做什麼 你為什麼要做什麼 就是走過 我突然變成日文 突然間 你會覺得 他們是這樣的 他們的叔叔是這樣的 你又每天都生氣 他總是怎樣 我突然走過 他沒有的 他們完全是 是朋友 但他不是YO 而且他如果不說 還覺得奇怪 是啊 他不說 他不知道說什麼 他會口吃 這一種就是入了血 他已經是混為一成 他現在好像英文 Hey fuck you Hey yo What's up 他們是很有趣 你覺得那一句 進入了 是這樣的 所以我最喜歡 我之前經常試過 兩個叔叔聊天 不知道在聊什麼 他其實整個節 只有兩個節 就是問你吃了飯沒有 我剛才見過 有人精掌演繹 就是林海峰 嘟到尾味 怎樣 不停都是這樣 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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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內容的談話 有一半都是廢 變回寫出來 你好 今天吃了什麼 今天吃了咖喱塊 這個真的很像外國 How are you today 我會問你 完全是這樣的 我覺得是 入了血 好笑 混為一體 我覺得他是很 分而天成 你不覺得是白鴨 你覺得好笑 我經常都笑 他們說 說到入了骨 跟他的煙味一樣 他沒有吃煙也有煙味 而且他也不知道自己說了 你不讓他說 可能會好看 我們下次試試 禁止牛人一集說髒話 看看他會怎樣 不行 我現在已經說了 我想說有一次 我最近跟我同事 兩個女朋友 跟我們兩個女朋友聊天 我都會說出來 聊天更加說 兩個女朋友 然後剛好走走走走 看到另一個兩個同事 一個男的女 但也是認識的 我們一起討論一些公司的問題 說過的時候 那位稍為連張女同事就說 你們的髒話真的很難 我突然這樣說 然後我跟她說 我才說什麼 我可能只是說這句話 然後就說 你不要說 他也不說 他也不說 他會覺得你會這樣 你們兩個聽到很暈 他聽到很暈 他會覺得 是你們的密集式 他那種是 因為他真的不說那些人 平時的環境真的沒有 他會覺得他們兩個這麼粗口 對 他們的部門是沒有人說的 他們的生活也不會說的 他只是在描述譜 為何可以這麼厲害 他真的說很好味 那些靈 然後我們就說 很美味 所以成年人會變成一個 問法 一個概念 就是 她說 有她 但我沒有人不說 或者我何時才說 自己會知道 但這點就是 剛才說 小朋友就是 你告訴他 哪些好哪些不好 我覺得要先告訴他 如果你這些不好 你用了可能會這樣 為甚麼呢 你自己後果 你自己受了 我意思是 如果他長大了 我意思是他已經在中學了 我覺得他懂得分 知道 你跟朋友聊天 笑玩當然可以 但你對著長輩 無緣無故 或者是在公開場合 我一直在聽 偷聽我說話 擺明說 寫著說粗口 但我有聽過 我有一個朋友 他有一些小侄 我講的是小學 因為他哥哥很粗口 然後他說 他的小侄 跟了他爸爸 但他就覺得不好 因為他小侄 可能你多聽大人說 例如他自己說的 會用一些字 他自己說的 你會說 你為甚麼這樣說 因為你會覺得 他還是一個小孩 不應該太小 如果他在學校 這樣別人會覺得 你好像 嘩 為甚麼你這樣用 但他真的不知道 他就說他不喜歡他哥 嘩 他經常說 搞到我兒子 即是兒子 我看過鄭忠基的訪問 他女兒現在就大到和他合唱 十幾歲 但我看那個訪問是很久的 可能你也不知道找到 他就說他女兒小一點 可能是四五歲那些 他就有一次 他說去澳門還是甚麼 總之類似經過一些東西 坐車 就跌倒了一街 沒有了 沒得看 他講完之後 全車就看著他 還是鄭忠基說了 他聽到來用 他就笑 他就笑 不是他用得對 我就是說 他小孩來說 他不知道是不能說的 不是 他以為你這樣說就這樣說 你記得上次我有個朋友 那是個媽媽來的 然後整天不小心就說 What the fuck 或者fuck 然後他女兒就問我 甚麼是fuck 甚麼是fuck 他真的講甚麼 即是他過馬路不知道fuck是甚麼 如果他問我 會解釋給他聽 我會用我老師的方法 選了一點 但因為他在罵他的女兒 我不可以說你媽媽在罵你 你媽媽在罵你 你媽媽在罵你 他想罵你 他想罵你 我想問你 如果你覺得你 你會不會對他小孩說髒話呢 應該這樣說 看看他多小 要是他嬰兒 嬰兒 沒所謂 聽不到 可能他已經有識性那些 不會的 即是已經是大一點 我都覺得 我想我每次對著一些其他人的小朋友 無論他是 都沒有 或者小學 我都不會說 我最多說 要不是這樣 我記得以前我試過我 我小時候說要 我都被人禁止說髒話 有 不要說髒話 要 要又要 我覺得要算不算 要呢 我覺得不算 但問題是 這個情況也出現過在我妹妹身上 我妹妹就是因為說了一些這樣的字 然後我姑姑就罵她 罵她 所以令到她現在 我就是要說 我覺得就是這樣 我以為是從之後 我就不敢說她 不是啊 只是因為那些人經常說她 你不能說 你不能做 我覺得那次我生氣 是因為 我不是說髒話 我只是想說髒話 我只是想說髒話 對 我是覺得你怎麼搞錯 我不是說髒話 妖魔鬼怪的妖 女字應該是妖 我已經是歪音了 我覺得她就是覺得 你不要以為是歪音 我就不知道你說髒話 那意思是否一樣 她一定會這樣問 那你不說妖 不說吵 說什麼 頂也不對 都是粗勞 對 頂也解釋為粗勞 或者你在發脾氣 即是發負氣 頂也不行 很可憐 對 如果長輩的臉 你現在不信氣 那好吧 再低層次一點 你不說頂也不說妖也不說妖 那沒話說 哈哈哈哈 其實我 我覺得大部份人 會覺得髒話比較好 因為髒話 只是說 就買一個人髒話而已 髒話 你覺得髒話是髒話嗎 不是 所以髒話是髒話 有些人說得紋正PK 你覺得PK PK很老套 對 有的 但以前小時候 這個性行一事 你正PK PK是白階 有些人說白階 白階 對 你這個白階 又是青少年 你一個都很白癡 很噁心 什麼 不呀 POOP街是嚴重過妖 或者妖 沒有那麼嚴重 是淺層 淺層 因為沒有性器官 是頂你的肺 不是 這個我不覺得是粗口 但我覺得頂你的肺是入門 如果你青少年說 那些獎的任何 以前傳媒比你大 會覺得 你做什麼 怎麼那麼粗魯 不能這樣過 但頂你的肺 當然是你贏牌 頂你的肺 頂你的肺 現在少了人說頂你的肺 這個我現在不流行 或者會說頂你 現在是那些DLM那些 我覺得頂你的肺 是最淺層 然後有一段 我的世代 他升級了叫頂你的肺 有些人是打你的肺 你有沒有聽過 有 打你的肺 是肥仔 我打你的肺 因為我覺得他說不到 他們不可以說 就說這個字 我打你的肺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是代替 現在那些是比較新穎 現在好像不是這種 我覺得全家那種很老套 那些是老套 那個好笑 90年代 現在少了 你終家富貴 終家富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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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 這些是老套 這是收聲詞 那些是90年代 我阿嬤說的 終家的年代 好像有說 其實終家庭 亦是比較新的 因為是老一派的 小喇叭 其實小喇叭即是小喇媽的進化 類似的 溫和一點的四個字 沒錯 也是的 溫和一點聽下去 但你有沒有覺得廣東話才說得那麼有趣 就是門字系列就可以說很多東西 而且形容是很到辱的 因為當時我們在澳洲跟台灣的人 研究 有什麼分別 例如說那些 為什麼呢 例如英文 我剛才看到有段影片 鄭忠基在台灣宣傳演唱會 大家可以分析 她說什麼糕跟什麼不一樣 她有幾個字都形容 同一本的生殖器 但為什麼你會用這個字放在中間 什麼時候用呢 不是卡卡的 你讀不出 而且英文我經常跟一個表妹 她是外國回來 她是英文人 我們就說 例如你們說髒話 就說shit 我剛才這樣說 shit 我覺得shit很溫和 Holy shit 是bullshit 有時候你不小心手夾到那對門 shit這樣而已 是不是 很溫和 你不可以說這些 那怎麼辦 這樣吧 啊 你是男人 你是男人 shit 我覺得只是屎啦 是不是 什麼屎啦 哈哈哈 shit shit shit是什麼意思 其實shit 其實shit 很溫和 你怎麼樣 shit 不是賓家火 所以你那個長輩就說 是不可以lady說 喂 OMG 就是賓家火 對 是上帝 是上帝 是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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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it其實真的很少東西 反而你說fuck you 都算比較修理 但是她已經是這樣了 你明白嗎 你罵人只有兩句 我很記得有一部電影是李安立道 她裡面狂說髒話都只是shit fuck 就是偉雞狼 就是她那些 oh the fuck fuck you 她都這樣 我記得就是看完她 說英文的髒話真的單調 很dry 你罵完了嗎 你想想如果李安立的角色是阿澤 或者是想說話 正啊 是啊 深度多一點 就是很心動 其實除了廣東話 我覺得台語和文藍話 那些都挺有趣的 她那些語氣都 我真的聽不懂 有些我都覺得很有趣 她通常是鋼你娘 有些再粗口那個是 她那些語氣很 是啊 尷尬癢 不如說 經常看康熙那些 趙哥一說 都是說什麼呢 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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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都是這樣 都是看一些台灣的戲 有一個人說台語的 說得很流利 我發現原來當時他們 是說這些 說了一句台語的窗口 他們是流利的 一村 那些 蕭虛字是說的 那些 跟廣東話 有些接近 那些 當文宅級數的 可能像 但他的文字寫出來 也是比較文靜的 有一次跟台灣人討論說 就不是我們這些 不是那麼粗魯的 我就是覺得我們那些 廣東話就有很多層 對 還有很多級數 有輕微 有中級 慢慢再厲害一點 才能表達到 所以我表妹 然後我問她 還有沒有一些字 她說有 但是 都是一些很 Damn it 死啦 這樣 這樣嗎 對 給點戲 電話真的很難打 好難以解釋 究竟是什麼 大加火鳥 天啊 因為她說 要是滴 難地 遭鳥 那些都是器官 Buster Buster 混帳 混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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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就覺得 這樣嗎 有沒有多一點 結束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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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 你廣東話 又有全家 又有媽媽 又有器官 什麼都有 對 廣州派 又有那種字 對 他們會說 男人 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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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是廣州人 那種 你們通常是犯人 犯人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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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確使用方法 請看下這套戲劇 我覺得這樣 比較平均 因為經常都是男人 女人捏手 男方向 女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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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你說什麼 怎麼說什麼 女方向 她不只是用男人 變得更多 女性 女方向 變得更多 男性 女性 女性 男性 女性 媽媽經常中招 對 拿你媽媽出來 為什麼不拿你爸爸出來 對 不知為什麼 沒有要唱雲光 小賴板 可惡 其實我覺得她的歌 都不算太醜 我聽回 其實她都不明白 大過才聽回 小時候有些人就說 名正 小時候她哪能聽到 電視又沒有 相機又沒有 小時候沒有人 不會聽到 因為現在Youtube就很方便 知道她唱什麼 但我聽完之後 就覺得挺好笑 又不是太醜 雲花 我覺得她是色情的 不是只是粗口 因為有些粗口 以前小時候 有些歌星說會唱粗口 例如黃秋生也唱粗口 就是禁止的 你聽不到 或是不會在收音機聽到 那你又不會買一張碟 但Spotify 她有18歲以上聽的 就是成人內容 有些歌都有粗口 就是以前 我們的時候 接觸不到 但你有沒有猜 有一股唱什麼 你會好奇 有 但我沒有任何能力去找 因為以前沒有免費聽 就是知道是什麼 電視不會播 勁歌金火舞 我不知道 以前說 電視是混蛋可以說 現在好像可以 是嗎 可以 去到這個層面 但是完蛋了 好笑 因為她連那些電影 如果有都會剪掉 因為有時候 電視 電影也有很多 有時候電視 好像那些世界那麼純潔 沒有人戴眼鏡 沒有人吸煙 以前有人吸煙 沒有同性戀 真的 是賣的 我覺得太刑 做得太假 後來我才想起 以前是吸煙 現在不可以吸煙 現在不可以吸煙 以前是可以吸煙 但什麼時候 我還記得 不知道 因為我長大了 才看舊劇 《二不容情》 《小不低頭》 那些 那些 他們全部站在一起 就是在吸煙 看光湖那些 吃煙 看電視 光湖吃什麼 不停都是這樣 對於吸煙的藝人來說很方便 對 隨便等人吃 不用像魚 那樣要學 像黃日華那些 吃到 嘴巴在外面吃到紫色 可能他們會點煙 不停在那裡 等一等女兒 就點煙 現在我覺得很健康 很囂張就點煙 現在只是玩電話 在街上走 就扔煙 才走 扔千萬 但現在套譚 我也見過 後來不知道什麼時候開始 這個 即是不給這樣 不知道 即是很禁 禁到覺得 很清純 沒有人戴眼鏡 沒有人說粗口 這個世界也沒有人說粗口 很乾淨 所以 不知道 我現在 我對著長輩 我不會說的 我有一些場合都不會說 例如我工作面對其他人 我覺得 那些人說的是什麼 我意思是 我不會這樣在工作中 不會跟別人交流的時候 我不會用粗口來形容 我覺得 我自動調教了 跟哪些人在一起的時候 會說 有些人不會說 我也想大家分享一下 他們說粗口的經驗給我們聽 是DM我們 粗口粗體驗 或是他們會在哪個場合說 或是你喜歡說 你經常說哪個粗口 或是你不說粗口的 都可以說 你現在問 你覺得你經常說哪句 你經常說哪句 你經常說什麼 即是你會有些東西是 那些東西是不合理 或是你會說 哇搞什麼 或是那條人 你會說 現在你會說 你會這樣說 也會 或是街上有時候 你會說 你會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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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做什麼 可能是做的最多 即現在比較生活上 即是我們的節目名字 是做什麼 對 但是 愛於我們很斯文 是啊 我們是黃標 我覺得 你去到 我覺得我少些 或者 很少說都是媽媽級 媽媽那個 啊 我不說那些 那些太 我都沒有那個器官怎麼說 還有那個整家 整家倒下了 我都很少說 整家倒下了 那些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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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而我覺得現在 很同意 屁股好像少 有沒有說呢 當時都有的 我覺得台灣人不喜歡說屁股 因為他們容易發音 對他們來說比較容易說 我反而很喜歡說不是粗口 就是可能罵 你問我說粗口 因為我通常用粗口來罵 罵東西的 即是發洩 不是說人 可能一件事 或者一些東西 我才會容易用到粗口 那你問我 反而我有時候 是不是說一個粗口來罵 罵 即是發洩 我說食屎 這個我是經常說的 其實他也不入樓 食屎就勾 即是為何那一刻 我經常用是吃屎 或者是吃屎 但是他也經常說 這個不是粗口來罵 對 但變了 頂了 我又覺得好像 剛才我想起 你們說我頂了 之後是不是粗口 頂也有 我其實也不覺得你說很多 有時候才有 或者是屁股 我其實除了吃東西的時候 應該要問回人家 我反而覺得是吃東西的時候 如果真的很好吃 可能會說一下 否則也很少說 你真的沒什麼 我都覺得 他是複術 別人就會說 我會假裝那樣問很像 譬如說那個人的東西 那個人有說 他就跟那個人說 給我聽就知道 大家不可能不知道 說什麼好 應該要問回他們 你覺得他經常說什麼粗口 這個字是常常的 他的樣子已經是那個字 什麼 什麼東西啊 就是那個人 什麼樣子 那個字 麻煩你先介紹這句話 就是他的樣子 寫著一個門 一個西字 他有一個傻的樣子 還是什麼 你說清楚 隨感光的照片 你都沒有 即是他的樣子是發音那個字 什麼東西 就是屁股 即是他會發 屁股 先摺一下 摺一下 做什麼傻的東西 做什麼傻的東西 很清楚我不說話 他現在發表 旁人最清楚 那你自己覺得 你罵人通常會說什麼 即是你一定會 飆出來那句 我也是那句 我不會罵那個人的時候 即是你說件事 但他不會 因為我罵別人的時候 我不會很粗口 然後我回覆的時候就會 你知道今天還會這樣 我想我講的最多應該是 我用了一拆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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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加起來 那拆糕 那拆糕 你不知道那拆糕 那拆糕 你說的拆糕 有的 我都拆糕 兩樣都有 我都好像拆糕 因為他說 嘩他真的很拆糕 有時候你會 這些 我又沒有 我應該問其他人 我真的 我是怎樣的 看得上來 我會說歪歪 有時候會說 嘩他真的很拆糕 這個我聽過 你不會說他真的很拆糕 你會說拆糕 不是 拆糕是一個 嘩他拆糕 不是真的很難用 他不是形容 他不是形容 用這個Grammar 我怎麼教你 原來很難的 因為 我們已經用到很 你不會怎樣 因為那個 有關語氣 和Key 都煮 你記不記得 有一次我們看那個 哪個教的日本人說粗口 日本人說粗口 他們去吃拉麵 在車道 好像是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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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個 KB 就是那個 整身民生打鼓的 有一個日本人 是來香港 是說廣東話的 但他不是很流利 但他很喜歡粗口 他很想知道怎樣運用 文化 他就不知教他 他想說 你很久沒見 他想有這些 很友善的 但是我們講了 他說你的語氣要 是語氣 在一個表情問一下 他不是那種 不是 他說你做什麼 是一個開心的朋友 對 但那個日本人學的 都是說你做什麼 哈哈 他沒有那個味道 KB說不是 你試一下 那種輕挑一點 喂 What's up 他不懂 他學他 很硬 是做什麼 哈哈 有一個脆味 他就不得你再來過 那些鬼佬都是這樣 但他不想拿捏那個氣氛 很難 他想跟別人很友善 喂 你怎麼搞什麼 那些 我們就可以 但是 他很想學我們這樣 很難 但他不太行 還說 其實你要我突然這樣 突然說 不懂解釋 不能解釋 這個已經入血了 而且教他 我只可以說我的朋友 他真的會用雙生日化 哈哈 他有一次說 他經常說 還有很有趣 就是他們都會知道 我罵人 即是我都臭底 我罵人的時候 是一個髒話都沒有 但是很兇的 但到平時說這些話 才有髒話 他們都覺得我很好笑 就是說 最初聽說你廢話 很生氣 我有一時覺得 我都覺得 杜汶澤說 一說錯就很好笑 你喜歡聽阿澤說 還是聽林雪 你有聽林雪 最近出了一個導航嗎 有呀 不要說 我都兩個都說 我覺得林雪比較爛 比較老 比較老 味道比較濃 比較濃 還有香音 一點點 他很濃 他很濃 他有一點香音 你覺得更加好笑 就像譚仔姐那些香音 大澤很正宗的港仔 大澤還很濃 你覺得是這種 他罵人那種 你真的 他很順 你覺得罵得很大容 以阿偶跟阿澤那個人有點相似 我覺得 對 我也覺得 他那些地道的感覺 令你覺得在這種 在這種 我覺得我自己就像阿田那樣 其他人說的時候 我可以複述他 但其實他自己的時候 就不會這樣說 對 他也很有趣 因為我覺得阿田拍了太多劇 就是電視 他知道 他是在學校 對 阿澤不是在學校 雖然他也感染了他老公 但他也沒有他感染 他也會說 但不是那一種 因為拍劇的人會習慣了 就像老師 你習慣了平時 不會這樣 你想事情也不會 但我覺得粗口 你習慣了那個模式 因為阿澤那種 他想腦已經直出 但他們不是他們過濾過的 他要聽一聽 不要這樣說 他知道他有些情況 他們不可以用那種字眼 他自己過濾 即是他有個蟑螂 我不用蟑螂 我平常都是這樣 我整個蟑螂 很開心 這集 而且我之前 我之前說什麼 說起阿澤 我想大概年初的時候 就有看過阿澤在Facebook 打了一篇文章 是說姜濤 對 然後下面有留言 有人說可以平他 沒錯 有 總之自己再看 想知道阿澤在年初的時候 發表了 下面就是說 為什麼我一邊看這些字 有你的聲音 我都聽到有人這樣說 因為我想像到 你可以錄音給我聽 因為他以前有個聲音 是用這個 對 我只想說這個 就是以前那個肉袍團 是影評 對 就是這些肉袍團 其實只是網上 他有一個人打了影評 阿澤就去錄音 現在還有 但當時為什麼他會錄音 我都忘記了 可能是玩的 他很好笑 對 因為那部電影真的會罵 真的會罵 對 然後他就錄音 在YouTube上說 會很重 很好笑 那時候有人說 真的很好笑 阿澤是很圓 我是看雷海恩 不是看那些子彈 你叫我扯 你叫我扯 我叫你扯 是 他說什麼 那些精子飛過來 不是 那些武器 那些刀 飛刀 你飛過來 如果弄成這樣 你每個人都扯 我建議你快點走 很危險 我記得他說這個 我記得他說老夫 對 男人聲 是 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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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寫那個不是一集 但是他演繹得很好 對 他就這樣拿來讀 他覺得好笑就錄下了 好笑 當然就是 林雪最高階的示範板 就是低造喜劇 是 為什麼老媽媽 那個大哥說得這麼厲害 你不是不厲害 低造喜劇 低造喜劇是 整個都很穩定 整個都很穩定 關於廣東話 對 因為他還有那西 就是那西 那西又是 怎樣解釋這個 其實那西現在很少人說 因為這個字很少這樣 現在很少人不會說 就像我們之前說的 什麼字 現在過了一個時代 就是形容人家做事很隨便 現在很少說那西 你竟然忘記了那一集的內容 忘記帶去聽 我低造喜劇都可以看 如果你沒有看過 我記得有一個罵人的字 是說男人的 是嗎 即是女人就是奶 含能 含能 我記得我有一個同學 我們當時討論兩個 最極端的是什麼 最終極的粗口 即是你罵人最毒是誰 然後她說 我覺得是行人 然後她說 因為她覺得這個行為 她接受不了 然後就開玩笑 那是她最怕被人罵的 沒錯 她說這句話 那你就可以這樣罵她 記住了 她說我覺得這個是終極 然後我就狂笑 這個是終極的話 她也真的很終極 因為她覺得這個是終極 她的範圍就是去到這裡 沒錯 不行了 不行 我們有一些考DSE的同學 有聽過我們 但我們剛才那個內容是很超過的 會不會 沒有啊 考DSE也很大了 OKOK 有的 她也在說 她無緣無故說這個 有什麼新式的粗口 我們不知道可以介紹一下 我只可以說 粗口就是千變萬化 不同的人又會有不同的運用 其實你看看我和我的朋友 已經把奶勢變成 直接把它代替了 當然又是一層一層 沒有看得到 其實怎麼會不再說 後面那兩個人是什麼 你們說什麼 但我覺得有時候 如果她聽不明白你再解釋 又太… 沒有這個感覺 沒有這個趣味 沒有笑話 大家應該是胡說 你贏得到我 我不知道你說什麼 唐伯虎裡面那幾句對聯 以前小時候都不知道在說什麼 因為經常咳嗽了 你看點才有 我想是很大個 你看TVB報是沒有的 原來她這些是粗口 我一向看的版本也沒有 電視播也沒有 她化了做一些字 不如說倒閣她睡醒 現在就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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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她會背 她中間那些 原來你心裡比我大 我突然間大一點之後 驚覺 原來她是全都是粗口 不過她變成了一些句子 和你一個發功一樣 哈哈哈哈 大家可以看回我出戲 陪艷芳和Doo姐 怎樣發功 她真的離譜 原來弄到我這樣 我還以為第二功能不能這樣來 你想想一下她 她遮蓋她的手指 多奇怪 哈哈哈哈 我不太明白 但我想知道 誰想出來 用這個手勢做法工 因為以前 像你所說的 她只是擦手 擦手 合合手 或者放在雲傘 天啊 痛 不過她就是想無可 不如這樣吧 玩東西 搞鏡 大家記得分享一下 粗口的經歷 或者任何粗口的資訊 如果你是一個青少年 你需要知道 粗口是世界上的一種其中文化 她不是完全要禁止 我也不會阻止 你不要接觸 也不是一個不好的東西 但你不要是說又說 是不說又說 你需要分回 你需要知道是甚麼 你要了認知 要找那個時間 要不然別人會吵你 也不會說甚麼 你也要知道 傻家家 你需要知道哪些是粗口 哪些不是粗口 同一時間 如果你要用的話 其實應該怎樣去混用這件事 而不是有說 不是有說 也不應該對著長輩 或者一些東西 去說 當然如果長輩說 你想罵她 OK 你出入上樓社會 受高等教育的話 你就會覺得 這些是低俗和無聊的 不應該是 但其實這個 尤其是我們廣東話 粵語文化 這是其中一種很重要的文化 文化外產 所以你需要知道 其實我們香港人這個文化 是有這種東西 而不是只有 一定要讀書 一定要很厲害 我怕以後那些香港人 會說他媽的 就是混蛋 所以如果你是青春 其實要想一下 你要懂得分 懂得用 知為何 我覺得要了解 要了解 而不是你媽媽 一刀切 什麼都沒有 就是完全很乾淨 世界 世界並不乾淨 童話故事 對 我講完就完了 很學術 要突然說一說 其實要這樣 爆它爆 先戴上頭盔 戴上頭盔 戴上頭盔 正如我老師那時候說 你需要知道 引導其他 你需要知道 這件事是不好 手勢是做什麼 不好之外 為何是不好 為何呢 它是代表什麼呢 我都覺得是 你之後自己還用不用呢 你自己也要想想 要你衡量 好啦 再見 拜拜 好靜靜的 再見 哈哈